北方加速备战 尹熙月下令遇到立即报复 半岛兵凶战危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北方加速备战 尹熙月下令遇到立即报复 半岛兵凶战危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去年12月28号 韩国总统尹熙月在视察韩国一线部队第五步兵师的时候 突然下达了一个疯狂的指令 如果遭遇挑衅行为 我要求你们立即进行报复 然后再报告 我们要立即粉碎敌人的挑衅欲望 这条指令等于是授予韩国一线官兵开火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哪个国家 在边境问题上总是慎直又慎 开火权一般不会轻易下放到基层官兵的手里 除非是到了非动手不可的最后阶段 否则不会这样大张旗鼓的渲染战争氛围 可尹熙月就是这么干了 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一直是被美军牢牢握在手里的 是打 是合 只能美军说了算 换句话说 尹熙月虽然是韩国总统 但他其实并没有权利来决定韩军是否要开战 是否要反击 这都需要请示美军 既然如此 那他下达的这个指令 其分量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了 我个人推测 尹熙月所说的遇到立即报复 其实并不是说给韩国军队一线官兵听的 而是说给韩国民众听的 理由也很简单 2024年其实不单单是美国的选举年 也是韩国的选举年 当然 韩国选的不是总统 而是300个国会议员的席位 为了这次选举 尹熙月政府以及他所在的国民力量党 最近动作频频 比如说什么超级首尔方案 官员出访时签署一系列 投资意向协议等等 而尹熙月这次展现这种强硬的手段 来拉支持类 其实跟韩国最近的一个节奏有关 在圣诞节过后 以色列驻韩大使馆发了一个自制的短视频 视频内容大概是说 在圣诞节这一天 一位韩国母亲带着女儿去学校参加才艺表演 结果导弹袭来 母亲被武装分子绑架 女儿则不知所踪 以色列大使馆说做这个视频的目的 是让韩国人更加理解以色列人的境遇 但韩国人不干了 因为很多韩国人是真的认为 有一天会有导弹从北方射过来 平时大家靠歌舞生平来掩饰提心吊胆 结果以色列这个视频一发恐惧不断蔓延 而且最关键的是 就在这个时候 北方突然传来军队加速备战的消息 这进一步放大了韩国人的恐惧 于是在第二天 韩国军队立即召开了 模拟首尔遇袭的防御演习 表明政府并非毫无应对 以安抚国民情绪 而尹熙悦这个时候视察前线 放话遇到立即报复 也是为了忽悠韩国人民 让他们从这种所谓的应急化里 获得一些安全感 当然 虽然尹熙悦的遇到立即报复指令 可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但是在美韩大军压境的情况下 半岛局势确实在不断升温 说一句兵凶战威并不为过 眼下的半岛已经成为一个 吱吱作响的火药桶了 等到火药桶引爆的那一刻 尹熙悦的胆小鬼面目 恐怕会彻底暴露出来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好 得到